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杂有兴趣的朋友 到我们网址里面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中国不选边站还能够坚持多久 这是一个现实的拷问 也是关乎中国国运的另外一次的抉择 拜登习近平第四次视频对话 被定位为交换意见 各说各话 美国白宫并不像北京所采取的 抢先一步的报道定调 而是真识着剧的几个小时 但突出的重点是 如果北京军事援助或其他援助俄罗斯 将遭到美国和西方的制裁 显见无论是俄罗斯同等水平的制裁 或者刺激的制裁 已经是美国透明外交 提前安民告示的底牌 海外媒体都注意到这一点 新加坡联合早报仪泽远今天的专稿指出 俄罗斯发动的对乌克兰战争还在激烈的进行 美国和西方国家一面强力制裁俄罗斯 一面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物质援助 甚至逼迫中国要加入对俄的制裁 否则将面临西方进入部的打压 事件为止 中国的建策劝和促谈的立场的同时 继续对俄乌双方保持模糊的策略 一方面先给了500万乌克兰人道主义的援助 一方面强调解铃海区细龄人 暗指美国北约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的细龄人 要求北约承担劝和的责任 强调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 3月18号的视频会谈之后 我们看到美国丝毫没有放松对中国选边站的压力 美国持续的呼吁中国的未来几天几周做出决定 当然中国外长王毅19号重申 中方将继续根据事情本身的示威取直 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 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外来脅迫压力 也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猜忌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并没有在俄乌战争中公开选边 但是西方的舆论和乌克兰也很清楚 只要中俄保持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 俄罗斯就很就能够维持战争能力 而北约又不敢直接跟俄罗斯开战 乌克兰只能依靠西方的援助 那么还能坚持多久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美国持续压迫中国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 至少不在经济上给俄罗斯输血的主要原因 不仅美国 乌克兰也开始对中国的态度表示不满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的顾问 波多利亚克19号的推特说 如果中国做出正确的决定 支持文明国家联盟 并谴责俄罗斯的野蛮行径 那么中国就可以成为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 他说这是一个平等坐在桌边的机会 西方必须向北京解释 1.6万亿美元和1500亿美元有什么不同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解释说 波多利亚克提到的1.6万亿美元和1500亿美元 分别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贸易额 乌克兰副总理维列书克也在推特上 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有关的发言表示不满 他呼吁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 强调乌克兰不缺食物和毯子 缺的是覆盖他们居住天 居住区天空的安全 中国官方到现在没有回应 波多利亚克和伟列书克的喊话 但是环球网在报道中引述网民的说法 中国一直是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 中国不需要你的机会很牛 中国国内舆论对俄乌战争也有过激烈的争论 就是上海市委党校的教授胡伟 不久前发表的文章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注尽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不排除西方最后卷入战争 而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无法给北约匹敌 普京将败得更惨 美国将获得 重新获得西方世界的领导权 西方内部更加团结统一 而西方无论在军事上 海市的价值观和制度上 都会更加拥有霸权 硬实力卵实力达到新的高度 他认为 中国不能跟普京绑在一起 必须尽快切割 目前估计有一两周的窗口期 太迟 中国就可能丧失 回旋余地 必须当机立断 胡伟的观点 得到部分网民的支持 这是于哲言这么显 但也遭到很多人的批判 他提到了大咖 司马兰 指胡伟的文章完全无视 中俄关系发展清晰的历史逻辑 看不到中俄两个大国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 叫美国人吓破了胆 别说今天美国北约没有个士兵感投放到 乌克兰参加对俄罗斯的战斗 即使美国完全撕破脸 拜登下令真动起家伙来兵龙相见 中俄战略定力也不会因此生变 那是司马兰的看法 也代表了广大的小粉龙的立场 于哲言的专稿认为 整体上看 中国的舆论场 支持官方立场的声音 占走流 这是中国政府坚持劝和促谈 反对西方逼迫中国选边的名利的基础 当然我对这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当然也知道 在信息产访和信息投卫的作用之下 所谓中国舆论场的主流声音 其实也是信息同温层的必然产物 那是中宣部主导之下 意识形态和宣传部门下达指令 投卫一种声音之后的必然的结果 中国政府反对西方逼迫中国选边 不需要任何名利基础 这个话其实 我说过一次 但也是中国现实政治的政治常识 当然我们也知道 美国不会坐视中国的俄乌战争中 自身事外甚至坐享余力 随着战争给俄乌双方 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 美国基金盟友对中国施压的强度 也会增大 中国要在压力下维护自身的 道义形象和战略利益 会越来越不容易 首先第一点 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 对西方媒体的跟进评论 他认为是充满机会主义 功利性的特色 对这一点 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中国外交当局 给以距离力争的驳斥 包括秦刚大使在接受美国 哥伦比亚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 在二十几个追问之下 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 过早的 跟俄罗斯捆绑在一起 至少给外界一个印象 中俄有战略结盟的意义 要重构国际秩序 而且话说的太满 合作无止境 上不射封顶下不射线 这些话说的太早 说的太满 就使得北京这一次的 俄乌战争问题上 显得的应对上是比较被动的 这一点不要去否认它 而且相当的被动 现在转弯转身都非常的艰难 你看看王毅的顾左右而言 他秦刚大使费尽心思的 在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大文章 他应该也看到了评论区的那些 跟他意见相悖的评论 然后呢 这一次临场发挥表现的那么拘谨 其实跟这种被动和外交官的授权有限 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第二 第三 中国因为这样子 上市的原来已经构建的 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 已经拥有一定的战略主动 所以刚才我说 现实中的外交策略的逐步的调整 显得有些吃力 说服力也不够 所以呢 赵立坚受到了计时的乌克兰副总理的驳斥 称之为轻挑 秦刚大使来接受美国主流媒体访问时的 临场表现 其实就折势出 转身和调整的吃力的程度 第四点 乌克兰和西方不可避免会对中国持续的施压 拜登跟欧盟北约的峰会之间过了之后 施压会加大力度 一方面 为什么会施压 我个人理解 还能难看中中国有可能扮演斡旋调定的角色 劝阻普京不要再往前走 另一方面明确的表示 对中国目前的魔能两可的态度感到不满 逐渐的施加压力 而逐渐的加大施加压力 最终 不可避免的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一起 这个观点等同是之 相信这一点不是中国现阶段所乐见 第五 中国正在积极游说 像巴西 阿尔及利亚和中东一些国家 拉美 非洲 中东 甚至欧盟的一些国家 扩大支持认同 不选边站的认同基础和支持基础 但是形势比人强 还能坚持多久 的确不无疑问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中文字幕预讯